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余鲁信 今年是震惊中外的913事件发生50周年 913事件无疑是中共建政以来最震撼人心的一个特大事件 那么50年以后913就变成了一个显学 很多人都关注这个事情 今天我们在这里说913 余鲁信 你有什么资格 你有什么本钱讲913 第一个就是说林彪在71年5月23号给毛泽东的信的福音件 这是我所赐露的 另外就是蒙古对913事件的对林彪那个256号飞机最毁的现场的调查报告 这个翻译成中文是我委托人翻译的 那么最主要的还是我们今天准备中心披露的 就是913事件以后林彪家里面唯一的幸存者林豆豆 这个林豆豆他学名叫林力恒了 林豆豆是他的小名 他在1971年90月间的一个回忆材料 我们今天所讲的是以他为中心来展开的 那么对913做一个全面性的回顾 我相信这个是林豆豆这份回忆材料的第一次全面的公开配录 林力恒是林彪和叶群的女儿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他是1944年生的人 1971年913的时候 他是刚好是27岁 当时他是空军报的副总编辑 这是一个副师级的一个职务了 那么根据我们所知 林力恒关于他自己经历的913事件的过程 主要写过两次材料 第一个就是1971年 我们这次讲的1971年90月间 在北京玉泉山写的 对9月13日事件前后的回忆 第二就是他在9年后写的 就是1980年3月份 在郑州和张青林共同完成的 关于913经过的给中纪委的材料 大概是在2012年的时候 我们得到了这个林力恒和张青林 在1980年3月份的材料的一个修改稿和一个腾清稿 并维持在2013年在香港出版的913回望 这么一本书 但是他这个材料呢 他有一个很大的缺陷 就是说他没有一个在他林豆豆报告中央警卫团之前 他什么事情出使了他这个报告 采取了一种不寻常的告密行动 是什么原因他去告密的 他没有讲清楚这个事情 在80年的材料里面他没有讲清楚 但是在我们对这个材料加以分析以后呢 我们的结论当年的结论是 913林彪出走的过程完全是有自主能力的 913并非是毛泽东周恩来设计出来的一个局 这设计出来的一个局啊 是林豆豆想告诉人们的这么一个观念 他认为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设计出来的一个事情 他还讲了他讲了他是康生四人帮制造的 史无对证的结果 他是80年的材料是怎么说的 我们觉得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指证 在913的当晚 毛泽东周恩来或者8341部队 有任何令林彪出走的阴谋 这个阴谋论呢 也是80年他的材料的隐隐约约要告诉人们的一个 一个结论 这是一个阴谋 我们觉得一切关于阴谋的猜测 都是不遭边际的臆想 都缺乏确凿的证据 在2013年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结论 那么在去年呢 我们终于看到了他这个7亿年的 对9月13日事件前后的回忆的全文 我说的是一个全文 这个回忆材料一共78页 78页是用这个打嗝的那种稿子写的 大概算起来大概是两万两千字左右 在第61到62页之间 有一页是没有编号的 没有编号的 他每一页他都做了编号 但是有一页是没有编号的 林立恒在没有编号的这一页上写的 主席中央送上我对9月13日事件前后回忆的后一部分 因记忆不清 有些情节可能有出入 请审查 林立恒上 1971年10月26日于北京 它是两部分写的 61月以前 它是作为第一部分 62月以后到78月是第二部分 那么第二部分 它是在10月26日完成的 那么我认为 对9月13日事件前后的回忆 是林立恒最接近那一天事实真相的叙述 因为它全部完成的该事件发生后不到一个半月的 不到一个半月的短暂时间里面 因为9月13日 9月13日发生的 他完成这个报告了 是完成这套材料了是10月26日 大概就还没有一个半月的时间 这个当事人还没来得及 从一个极其巨大的人生灾难中反映过来 还未来得及去编造一些事实上不存在的虚假情节 故而他对事件过程的描述的清晰度及可信度 他和林立恒和张清晰1980年的材料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那么直使后来林立恒的立场发生了变化 他还是不敢断然否认自己当年写下的这些白纸黑纸 直到1980年代初 林立恒要求中央退回一些交代材料的时候 也不得不对中纪委并陈云邓颖超等人表态说 为了尊重历史 我们暂部要求退还1971年10月至12月所写的揭发的抄件 他不敢否认他写的这个东西 就算到十多年以后 他的立场改变以后他都不敢说这个话 下面我的叙述是围绕着 对9月13日事件前后的回忆是逐日展开的 此外我还加插了一下对这个材料背景的一些说明 和一些简要的解读 那么我下面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讲一下就是1971年9月7日中午 林立果对林立恒是怎么说的 是怎么说的 1971年7月16日 林彪 叶群从北京就到了北戴河 一直就是住了下来 9月5日前林立果也到了北戴河 当时林办工作人员大部分留在北京毛家湾 在北戴河的有挂名为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副助长的林办警卫秘书 也就是他的卫市长李文普 秘书宋德金 李春生 总政保卫部调来在八三四一部队挂名为警卫科副科长的刘吉纯 刘吉纯主要是对林彪的外围的保卫 内勤公务员陈战兆 张恒昌 林彪的司机杨正刚这些人 他大部分在北京 这些人少部分在北戴河 9月5号 6号 北戴河方面 从顾同州 刘峰那里 分别得到了毛泽东南巡讲话 对林彪很不利的消息 震惊了林彪 叶群 林彪国 促使林彪 叶群决意外逃 林彪国做了刺杀毛和外逃的两手准备 那么具体的话是林彪恒在这个材料里面说的了 9月6号晚大概约10点多钟 在北戴河的叶群突然给北京的林彪恒打电话 要他带着男朋友张青霖当夜立即去北戴河 我这个描述是根据林彪恒的材料缩写的 下面是林彪恒的原话 说林彪想见我和张青霖 我当时说身体不太好 过几天再去 夜发脾气说 你这么大的架子 爸爸请你 你都不来 现在他病得快断气了 还没见过张青霖 见到你们的事定下来 病就会好了 这是林彪恒材料上的原话 那么林彪恒就只好勉强答应了 后来呢 这个因为这个晚太晚了 已经是十点多了 后来叶群同意 这个让林彪恒第二天上午再去 就不要当天往上去了 就第二天早上去 那么叶群呢 这也是林彪恒的原话了 叫我把林彪恒的对象张灵 及总医院放射科高主任也带去 并问我能否满过邱惠座的老婆胡敏 还说无法宪夫妇都不知道我这次去 叫我不要告诉空军 这是他的原话 那么林彪恒还有他的未婚夫张青霖 就是男朋友了张青霖 还有这个林彪恒的女朋友张霖 那么还有就是一个叫杨森 杨森呢是随卫林彪恒的空军政治部保卫部的副处长 他的任务就是保护林彪恒 保护林彪恒 跟着林彪恒保护他 这个他们这四个人呢 在九月七号上午十点多 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 中午呢大概十一点多 到了海军航空兵第五师管辖的三海关机场 当时这个三海关机场是海航管的 中午十二点 林彪恒这四个人到达了北戴河林彪的驻地 被安排住在五十六号楼 林彪恒住在对面的五十七号楼 那么他们到了北戴河去见夜群之前 林彪恒国马上就找到了 他们一到北戴河林彪国马上就找到林彪恒谈话 在场的还有这个空师的办公室副主任周宇慈 周宇慈呢就是这个林彪国的小舰队的一个灵魂人物了 他在小舰队里面他是一个核心人物 就是有周宇慈 有刘佩峰 刘佩峰呢是空师的办公室处长 有这么两个外人在这里 林彪国呢让刘佩峰守着门 然后当做周宇慈的面对林彪恒说 现在情况很紧急 昨天晚上主任要乘三叉级飞机逃到苏修去 首长不肯跑 被主任逼得同意了 他们硬要我掉飞机 我借口来不及掉 推迟了一天 今天早上把周宇慈从北京找来商量 怎么办 首长见了周宇慈 抱着他哭 说我们一家老小都交给你了 周宇慈也说有这件事 他说过去张云生说 主任是首长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 这次首长可真叫他害苦了 张云生就是也是林办的秘书了 913的时候已经离开林办 林立国接着又说 我们过去是盟军 就是说他和林立国和林立行是盟军 我们过去是盟军 这种时候 我不能忘了你 就让主任把你骗来了 首长主任都不准把这件事告诉你 这件事只有首长主任 我和周宇慈知道 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张青林 如果不是我告诉你这件事 你今天坐的三叉机 把你带到书修了 你还不知道呢 他冷笑了一声说 他们要跑 必须靠我吊飞机 上午你坐的飞机 还扣在机场 主任不让走 急着下午还要跑 现在就是我下不了这个决心 听您的意见到底跑不跑 林立行听了这个以后呢 非常的吃惊 问他为什么要逃跑 林立国说 因为主任 这个也是材料上的原话 因为主任干了很多坏事 怕把他抓起来 在国内待不下去了 我说 主任讲的情况准不准确 主任可是一贯造谣的 我们可不能让他牵着鼻子走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林立国说 是啊 我也是这样想 我已经再三劝他 他和首长还是非要跑不可 现在就看您的态度 你要是不同意 我就不掉飞机 还可以拖几天 这个是9月7号 这个中午 他们到了北戴河以后 这个林立恒和他弟弟的一个对话 那么根据以上林立恒的材料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点 林彪就是他这里讲的首长 和叶群 这里讲的主任 林彪和叶群在9月初 就有逃到苏联的想法 第二 林彪、叶群本来没有要将外逃的想法 告诉林逗逗这个打算 没有打算告诉林逗逗 可能把他骗上飞机 那个一起跑也算了 但是在事前他不会告诉 本来不想告诉林逗逗 但是是林立国觉得不能拉下林逗逗 才建议叶群将林逗逗骗到了北戴河 骗到了北戴河以后呢 林彪、叶群本来都不准备将外逃的打算 告诉林逗逗逗 林立国制作主张 马上就告诉了林逗逗 这个告诉了林逗逗啊 就是让成了这个913一个 对他们家庭来说一个大祸 就是因为林立国主动 林立国制作主张 告诉了他姐姐 那么第三呢 是林家是一个不同于常人的一个家庭 他缺少的亲情 以政治利益作为柳带来维系 像叫父母 叫首长 主任 林立国 把他姐姐视为同盟军 第四呢 叶群千方百计掩盖林彪行动的轨迹 林逗逗到北戴河这个事情 叶群说 无法宪夫妇都不知道 还叮嘱林逗逗不要告诉胡敏 这个胡敏呢 就是邱惠座的夫人 他叮嘱林逗逗 不要告诉胡敏和空军 这个是我们讲的9月7号 这个在北戴河发生的情况 那么下面呢 我主要讲一下 这个中共建政以后 就是建国以后 林彪的和毛泽东的关系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林彪在这个时候要走 因为这个走已经说明了 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 已经走到了一个尽头 走到了尽头 为什么他们两个人的关系 会弄到这么一个地步 那我们要把这个事情的经过 把他这个时间段往前拉一点 建国以后 这个林彪 他是从一个军事家 演变成为毛泽东正式上的一个秘密武器 他这个军事家的作用 他已经完结了 他就是变成了毛的一个手上的秘密武器 对付毛的要打倒的人 比如说以后的彭德怀和刘少奇 那么在成为毛的一个秘密武器以后 毛林的关系 那肯定是融洽的 那么我们首先看看 这个建国初期的情况 1954年 中共重新成立了 由12个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军委 因为中共在49年以后 它是建立一个叫中阁军委 不叫中央军委 它这个中阁军委呢 是吸收了一些所谓民主人士参加的 但是呢 54年这个中央军委呢 它是纯粹是共产党员组成的 党内组成的 这个中央军委呢 林彪排名在毛泽东 朱德和彭德怀之后 他是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中央军委委员 当时的中央军委没有建立常委 也没有副主席 这个很多人都说彭德怀是 当时是中央军委的副主席 不是的 当时没有社副主席 大家都是军委委员 第二年林彪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那就是55年了 他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并获元帅军衔 这一年呢林彪才48岁 还没到50岁 1958年的5月 林彪第一次超越了彭德怀 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和中共中央的副主席 高知当地中央军 和毛泽东 真是苏向的红旗 我们军 我们的军备 不可单身给 因为他的政治地位 超越了彭德怀 彭德怀虽然是国防部长 但是林彪的政治地位要比他高 那么这是庐山会议以前 其实林彪的位置已经超越了彭德怀 在现役的军人里头 他就等于是No.1了 1959年的8月庐山会议以后 彭德怀被打倒 林彪接替彭德怀 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死后林彪秉承毛泽东的政治建军原则 并迎合当时毛队军队的要求 提出了按政治挂帅模式建设军队的理念 采取了一系列突出政治的促使 这个彭德怀领军的时候 主持军委工作的时候 他是很大部分是学苏联的正规化的模式 这个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呢 他是提出这个政治建军 这个政治挂帅 这个和彭德怀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林彪提出的三八作风 三八作风大家也知道了 那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三句话 八呢就是团结紧张严肃祸破 八个字就加起来叫三八作风 还有呢就是四个第一 所谓四个第一呢 就是人的因素第一 政治工作第一 思想工作第一 活的思想第一 得到毛泽东的高度战爽 1963年的12月16日 毛泽东在关于工业部门学解放军的信中说 解放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军事工作 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 三八作风之后 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 更具体化 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 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 到了文革前的一年 1965年的2月22日 毛泽东更称赞林彪说 四个第一 我们以前也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 这是个畅造 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畅造 四个第一就是畅造 四个发现 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 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 林彪治军的这一套 对军队进行了一个政治上的训练 使军队在后来参与文革 干预政治 有了理论依据和精神的准备 到了1960年代的前期 毛泽东和军队和林彪的关系 是很密切的 是很融洽的 这种密切的融洽的关系 首先表现在军队对毛泽东本人 和毛泽东思想的高度评价 当然这是林彪带头的 但是也不单只是林彪一个人 这个是代表了整个军队 对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的高度评价 大力酸扬 1960年12月 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 首次提出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 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 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 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 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 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这是军队 不是林彪 是军队在1960年初就提出来的 60年代初就提出来的 就是不要以为这是文革才提出来的 在文革的前六年 军队已经是这样提了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这是60年已经提出来的 所以毛对中宣部对什么不满意 对军队十分满意 也就是这个原因 这个由军队提倡的一个新提法 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一个新的高度 那么1961年8月 林彪给毛泽东写报告说 军队广大士兵热爱和迫切要求 读毛主席著作 但由于书籍缺乏 且不善于选择必须读的文章 为着解决这一个问题 总政从毛选中抽选了一部分文章 你印发到联队 以适应现实需要 但所选文章和章节 不知是否恰当 判主席交友关人员一遇审查 如有意见请及指示 如无指示 及由总政出版了 毛泽东当时就将这个报告 批给了他的秘书田家英说 请你看一下如大体可用 即退回林彪同志办理 同年总政宣传部就编印了 毛泽东著作选编这一本书 印发到每班两本给士兵学习 1964年解放军报社 首先编印了毛主席语录 在全军推行 这个文革啊 这个大型渠道的毛主席语录 也是1964年 由解放军这个首先编印 首先编印的 这个情况大家可能也是知道的 1965年8月1日 总政治部再版了 1964年5月出版的毛主席语录 以总政名义撰写的前言 其首一段基本重复了 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 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新提法 新提法 这是毛泽东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那么其次呢 毛泽东的密切融洽的关系 表现在毛泽东对林彪的支持 依众 以及林彪对毛泽东 坚决拥护这个态度上 林彪在中共见证以后 就说他病了 公开场合很少露面 那么有的人说 他是学那个汉初的张良了 打完仗以后 那就不出来了 有很多人这么说 这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 非必要的场合 他也不出现 大家知道这个受元帅军衔的时候 就是他和这个刘伯承没有到现场 这个刘伯承也是很聪明的一个人 他们两个人都是背开这些热闹的场面 但是呢 这个林彪呢 他经常也下部队做一些调研 做一些调查 那么毛对他这个是很重视的了 1961年的5月7日 毛泽东批告他的基要秘书徐悦夫说 请用电话告林彪同志 他在四五两月给我的两封信都收到了 五月去阳春七天 阳春就是在天津的郊区 阳春 那里有一个诗 是对外开放的一个诗 是很著名的 1960 五月份去阳春七天 我估计也是到1960去了 陆军1960 夏连调查 极为有用 所提出的问题都是有益的 十天后 我返金找他长谈一次两小时 请他好好保养身体 视为制药 视为制药 这毛泽东一连用了两个视为制药 视为制药 这个凸显了毛泽东对林彪的一种关切的心情 1960年1月 林彪提出 学习毛泽东著作 要带走问题学 活学活用 学用结合 急用先学 立竿见影 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学习毛柱的三十字方生 林彪提出来这个以后 当时党内军内高层中不少人对他提出一意 这个陆定一他们也好 这个罗永环也好 提出要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系统完整的学习领会毛主席著作 这是罗永环讲的 指责三十字方针 为实用主义 庸俗化 在这个争论里头 毛泽东是支持了林彪 早在1960年12月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伐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 这个修改批文的时候 毛泽东加了一段话 军队中有文化条件的干部 必须研究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 研究方法 必须是为了我们的工作需要而去做研究 即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的需要 而去请教马恩列斯 而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 不是读史书 而是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 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方法 也应当是这样 过去军队中理论研究的方法 是读史书的方法 那是不正确的 十月军委扩大会议指出了这一点 中央认为是正确的 这么一段话其实是支持了林彪 暗地里也是批评了罗永寒 主要的是批评了谭政 谭政是当时的总政主任 谭政也是大将 也是大将了 1960年的军委扩大会议 主要的批评的对象就是谭政 就是谭政 那么我个人认为 事实上在1960年代 军队尤其是军队的干部 文化水平相对还是比较低的 那么林彪提出的这个三十字方针 应该说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比较符合实际 那么这个争论里面 这个林彪应该是对的 那么林彪就是投桃报李了 在1962年毛泽东最困难的时候 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 1月29日 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呢 一般的叫七千人大会 在七千人大会上说 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 大要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 是正确的 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创造 人民的创造 党的创造 林彪说 在困难的时候 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 依靠和相信党的领导 毛主席的领导 他的讲话中最重要的是这么一段话 林彪说的 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 在某种程度上 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的警告 毛主席的思想去做 当时和事后都证明 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 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很好地体会 毛主席的思想 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 向左边偏 我深深感觉到 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 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 是他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 反之他的意见受到不尊重 或者受到很大干扰 事情就会出毛病 这是林彪对毛的一个评价了 毛泽东听了林彪的讲话以后 非常的高兴 2月24日他批示给邓小平说 林彪恩来朱德三同志的讲话 请紧吹出送来看一下 以便早日印成一本早日下达 这当年朱德周恩来的位置都比林彪高 为什么他要把林彪的名字排在最前呢 林彪恩来朱德三同志的 他最看重的是林彪的讲话 3月20日毛在看了林彪的讲话稿后 又批示给田家英罗瑞卿说 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 看了很高兴 那么七千人大会以后 林彪恩来朱德三同志的文章 但是这并不防外毛泽东对林彪的持续的一个医众 1963年12月1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说 你的信早收到了 身体有起色甚为高兴 开春以后移到户外散步 你对两个文件的看法是正确的 国内外形势均已向好 均已走向正确的轨道 可以预计更大的发展是会到来的 毛泽东对林彪的身体 也状况很关心 在这个信的末尾毛泽东说 曹操有一首名为《神归兽》的诗 讲养生之道的很好 希望你早来一读 可以增强信心 毛泽东还亲笔手书了这首诗 送给林彪 但是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以后 毛泽东怀疑林彪有恶心 就借故将他写的手书条幅收回去了 1964年 处在中央二线的毛泽东 和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就是世青运动的方针政策问题上 产生了重大分歧 这一分歧在第二年一月份 在党内高层公开化了 高层 在很高的高层 它是公开了 1965年元旦后 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 在指导世青运动中的一些做法 1月5日下午 毛泽东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续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 1月13日的下午 刘少奇召集了一个党内生活会 这是一个很高层的生活会了 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 邓小平 彭真 贺龙 陈毅 一共17个人 刘少奇在生活会上做了自我批评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 朱德 贺龙等人 曾找过刘少奇 就是这个元帅了 找刘少奇 希望他固权大局 要谨慎 要尊重毛泽东 这个会议 林彪没有参加 中央工作会议 最后形成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 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就是我们所说的23条 纠正了前期刘少奇指导社交运动时 出现的一些左的倾向 遵从毛泽东的意见 提出 这次运动的重点 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 其实那个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毛和刘的分歧已经是很明显了 正当毛泽东对原定的接班人刘少奇产生了极大的不满和不信任的情绪的时候 林彪的政治地位在超然的上升 1965年1月 师逢遵议会议三十周年 遵议会议是1935年开的了 油店部发行了一套共三枚的纪念邮票 图案分别是毛泽东像和雄关麦道真鲁铁 俄金麦步重头月和决战前夕两幅油画 那么其中雄关麦道真鲁铁 俄金麦步重头月 为总政下属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一个画家叫彭斌 根据毛泽东的词 一群俄鲁三冠唱作的 这幅油画虚构了毛泽东和林彪 在长征途中 在尊义庐山冠上的形象 这个形象不是真实的 是虚构 是虚构 那么这一幅油画 它公开发表在1965年1月 那么早的时间 就把林彪和毛泽东在一起 并肩战斗的艺术形象 第一次公开呈现在全国的公众前面 因为这个纪念邮票 新中国的纪念邮票 由中央的领导人 这是建国初期 就是毛泽东和朱德 以后都没有了 刘少奇也没有这种荣幸 但是林彪有了 林彪有了 是吧 在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的时候 出现了这个油画 出现了这个油票 他准确地预示了一年多以后 留下临上的一个政治变局 1965年1月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再次任命林彪 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和六年前的 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不同 林彪取代了陈云 在副总理中排名第一 在党中央的副主席里头 陈云的位置 本来是排在林彪的前面的 但是毛泽东对陈云 在62年以后的表现 也是不满意的 那么在这个65年 林彪这个排名 在副总理的排名 偷偷地悄悄地就超前了 这是排名第一了 那么陈云就排名第二 邓小平排名第三 邓小平在常委里头 他本来也是在林彪后面 他排第七位 这个毛泽东重用林彪这个原因 除了长期的战争年代 形成的信任系统和关爱以外 这种关爱 毛泽东和林彪相差了14年 毛泽东是1893年生的 林彪是1907年生的 那么他是 毛泽东和林彪 似同林彪 他可能不是一辈人 他觉得林彪 像他的小弟弟一样的 除了战争年代这个因素以外 更重要的是 他非常需要林彪 协助他执掌军权 在文革前 就是这么形成的一个这样的关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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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好